至于在沙拉越梅里一名16岁少女上个月在警局遭扣留犯性侵 震惊全国 失职的警员被停职命控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祖莱达 促起内政部及警方交代 梅里警局是否已经安装了壁炉电视 监视扣留所所有活动 避免事件重演 祖莱达今天发文告指出 警局是一个维护及遵守国家法律的地方 类似事件也已经不是头一遭 因此全国扣留所有必要提升壁炉电视 以保障警员的透明度和连证 才能够继续受到社会的尊重 此外由于事件不只涉及性侵 还玷污了警队的声誉 祖莱达建议中央政府利用现有的法令 加强相干罪行的刑罚以尽效尤